在元旦假期结束后的开工第一天 立委孔文集4号下午 前往了新城乡举办地方基层座谈会 并且邀请了内政部、元明会、国防部 和花林县政府的人员来列席 新城乡长何立台也提出了六项提案 包括新城乡公所办公大楼增建工程 嘉兴部落会所的新建工程 县高案等六项提案 希望能够获得中央的支持 新的一年第一天上班日 立法委员孔文集4号下午邀请中央各部会 包括内政部、元族民族委员会、公路总局、国防部和花林县政府 进往新城乡公所举行地方基层座谈会 来协助新城乡公所各项争取的地方建设 这一次特别来这里召开地方建设座谈会 来听听看我们新城乡有什么建议 跟西球啊 那我想说跟我们河乡长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时候来花莲参加这个跨年 那就不要回去啦 因为回去也是塞车 就留在花莲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这样 那我想说这个机会难得到花莲来五天啦 那我想说第一天我就来安排到新城 就说我们各部会 能够尽量来帮忙好不好 那新人乡 其中第一厢新人乡公所办公大楼增建案 新人乡和一台则说明办公室即需要增建改善的需求 你看这个办公室那么小 这个整个会议厅非常的小 容量大概是三十人左右 所以说非常的狭闪 那这次也要谢谢 给我们这个办公大楼增加这个什么 耐政補强的这个议算 我们已经花包了 但是这个耐政補强是对于整个办公大楼 但是它的行政空间还是不够 所以这边请委员来给我们帮忙 我们请民建市来给我们帮忙 希望在后面这两块地点 来把它增强 不只对整个建筑委员能够加强补强以外 对未来的工作环境 以及民众洽工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都有大大的提升 也能够提升这个行政效率 而这是新人乡公所 并且提出六项地方基础建设 包括新人乡公所办公大楼增建工程 加新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限高案 新城乡辖内各文件站周边道路改善工程案 都市计划六号道路改善工程案 空军围墙退缩案 和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围墙退缩案 希望能够获得中央各部会的支持 以利新城乡地方的发展 记得打赞好 稍微轻松 不得到